看影片之前提醒大家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泰国大选进入倒数阶段 那明天5月14号是泰国自2014年时任陆军司令巴育 发动军事政变坐上首相大位之后的第二次大选 而这是杜11领先的魏泰党所推选的首相人选之一 也就是前泰国流亡首相他姓的36岁幼女佩通坦 那佩通坦能不能够替家族报复一学两次军事政变 把他父亲他姓还有他的姑姑英勒给推翻的耻辱 更是国际对本届泰国选举的最大看点 根据最新民调最大在野党魏泰党的支持率是最高的 目前是接近40% 有望拿下最多的议席成为最大党 而年轻世代他们偏好的前进党有29%的支持率 至于巴欲他的团结建国党目前的支持率几乎是垫底 只有大约5%而已 选前民调被誉为是魏泰党公主的佩通坦 他更是一马当先成为最有望败相的人选 佩通坦的父亲他姓在2006年被军方发动政变给推翻 2008年他流亡海外 那八年之后他的姑姑也就是他姓的妹妹英勒 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 而发动政变推翻他的正是巴欲 这回佩通坦他在大选当中问鼎首相 被外界形容是在为家族出征要打一场复仇之战 今年只有36岁的佩通坦 他在2021年的10月份才突然宣布要从政 短短一年之内他跳级 跃升成为了魏泰党的核心人物 还被推举成为该党的首相候选人之一 一位政坦新秀为什么能够甩开政坦老将 成为泰国选前民调当中排名第一的首相人选呢 首先佩通坦他作为他姓的幼女 继承了父亲所打下的深厚民意基础 他姓和英勒在执政期间 泰国的经济繁荣社会稳定 特别是在底层民众心中留下了好印象 这对兄妹虽然是流亡海外多年 但他姓家族多年来依然深受太北 还有东北部广大农民的支持 当然佩通坦他也非常善于经营父亲的这张王牌 来争取选票 他在2月份接受路特社的访问时就说过 魏泰党希望通过这次的大选 来完成他姓还有英勒执政时期所来不及完成的事 他更承诺赢得选举之后 将会把最低工资提高一倍 扩大医疗保健 还有削减公共交通的票价 由于泰国的经济还在受着疫情重创当中的复苏 有分析就认为 佩通坦的承诺 还有对民主的呼吁 很大机会可以为他赢得选票 领跑这场选战 泰国大选选前最后一场造势大会 各个政党最后冲刺大力催票 泰国最大在野党 维泰党在这次的选举当中 对各界看好将会拿下最多席次 选前的最后造势大会 现场涌进了近万名身穿红衣的支持者 维泰党首相候选人 也是选前民调支持度一马当先的流亡前首相 他信的36岁用语佩通坦 生产之后首度亮相造势活动 获得支持者热烈欢迎 他告诉支持者 星期日将会是历史性的日子 因为泰国将会由独裁政府 转变为民选政府 今天我们没有想到 在台湾的可能性 在变成为他们的 一两个人将会继续 在变成为他们的 尽头转到泰国看守首相巴裕所属的 团结建国党最后一轮的造势活动现场 争取连任的68岁巴裕 则向支持者大打温情牌 细数自己过去几年的政绩时 一度雨带哽咽 要大家必须相亲相爱 如果无法当选 他将会想念大家 他还说如果人民在选举投票当中 让国家政局出现翻天覆地的改变 那将会给国家带来伤害 虽然选前民调前流亡泰国首相他姓的右女佩通坦所领导的卫态党 迎面是最大 而代表团结建国党的原认首相巴裕的支持度明显在落后 但是由于泰国当前的选举制度 对军方支持的政党极度有利 所以分析普遍认为 除非能够获得压倒性的胜利 否则魏泰党恐怕无法单独执政 而是需要与其他的政党合阻政府 然而如果魏泰党公主佩通坦 他能够成功跨越一切的障碍 成为泰国新任首相 那么他将会是继他的姑姑英勒之后的第二位泰国女首相 不过佩通坦他顶着他姓家族的光环和名声 有分析认为是福也是祸 他姓在2001年担任泰国首相 后来就因为贪污丑闻还有民粹主义政策等等 遭到保皇派所发起的黄山军围攻 最终在2006年遭到军方发起的政变推翻 流亡海外 2001年他姓的妹妹英勒 以压倒性的优势当选了首相 但是却饱受性别歧视和厌恶女性攻击的困扰 还不断的被批评 他根本就是哥哥的傀儡 后来巴欲发动军事政变 英勒跟随他姓流亡海外 分析相信那佩通坦当选之后 可能也会面对与他姑姑英勒相似的处境 无论如何 随着女儿佩通坦的选情大好 也让外界聚焦关注 如果佩通坦他真的胜选 那流亡海外的他姓是否会无罪回国 他姓之前频频放话 已经做好准备回家了 分析认为如果佩通坦胜选的话 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形 卫泰党组建联合政府之后 可能会拟定新的大特赦法律 又或者说他姓他会先回国服刑 在狱中设法获得泰王的特赦 因此本届泰国大选 卫泰党能否强势回归 他姓的幼女佩通坦 又是否能够成功败相 不止攸关着他姓他个人的未来 也将会牵动着泰国未来的整体政局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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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